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宇宙光空中杂志 我是出版部总编辑张连帝 在我对面的是编辑郭美军 大家好 这期有一篇很特别的文章 谈到脸盲症 那作者是王先觉 我们就来聊聊这篇文章的内容 好 我想先问一下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个经验 就是你走在路上 然后迎面而来是一个你见过的人 然后你跟他打招呼 那你确定他也看到了你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反应 就这样子经过去 这时候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 是怎样 不认识吗 还是怎么了 会不会有这个疑惑 有有有 我有碰过这样的人 对 然后呢 其实生活当中 大概难免都会有这样的人 但是就是觉得他可能就是见忘忘了吧 是不是 然后也不会想到说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什么病症吗 对 其实我们都只是觉得说 啊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啦 或者说 可能没看到 我们都会这样子就做这个解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是真的有一种症状叫做脸盲症 是 他是一种病症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现象而已 他是真实的存在有一个病症名称 就叫做脸盲症 嗯哼 这个是有科学研究吗 是的 呃 什么叫脸盲症呢 就是说 根据科学研究 就是脸盲症的比例呢 其实 比我们想象的还高 是哦 是 原来呢 他的比例呢 一般科学家认为 大概是在 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之间 也就是一百个人当中 大概只有二到两个人到两个半人之间 有这个状况 对 可是 最近新的研究呢 有这种状况的人升高了 他的比例呢 占到百分之三点八 嗯 也就是一百个人当中 有三点八个人 是有这样的脸盲症的一个状况的 是 那 关于这个脸盲症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他看到的脸到底是怎么样 哦 脸盲症呢 不是说他看不到人的脸 而是说 他可以看到人的脸上的器官 比如说他可以看到你的眼睛 嗯 看到你的鼻子 看到你的嘴巴 嗯 看到你的耳朵 嗯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器官 组合成一个整体 嗯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嘛 都是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对 脸上的器官都一样 对 但是因为器官都一样 他没有办法根据 这些这样的一个组成 判断说 哦 这是A的脸 嗯 B的脸 C的脸 对他来讲 嗯 都是这些器官组成的 所以他没办法辨识 这当中的不同 哦 OK 那所以他看到的 是不是就 我们可以用形象来形容 就是他看到的脸是不是很像都打上了马赛克这样 嗯 这个形容很贴切 是哦 对 OK 那他的这个成因呢 究竟是什么样会造成这个脸盲症呢 嗯 脸盲症呢 成因有两种 一个是先天的 嗯 一个是后天的 是 对 嗯 那所谓的先天呢 它可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造成的 嗯 那后天的呢 就是脑部受损受伤 嗯 那大家知道我们的脑部 是非常奇妙的构造 嗯 它要掌管我们很多 对 包括认知辨识的功能 那如果当你这些区域受损受伤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后天的 脸盲症的一个状况 是 那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 可能也有什么 比较轻度的 因为可能我们一般人 就是说 他其实有脸盲症 很轻度 嗯 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大概也不知道 只觉得他可能忘记 那也可能是有比较重度的 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有什么名人啊 或是你听过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脸盲症的例子 有 呃 大家知道有一个蛮知名的隐心 叫做布莱德比特 布莱德比特 对 他就是那个 安杰丽娜球莉的前夫 对 他们现在离婚了吗 对对对 是 他 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 脸盲症 因为脸盲症其实带给他蛮深的一个困扰 他曾经在媒体上是这样子揭露的 他说 我想记住所遇到的人 可是我认为自己做不到而感到羞愧 是 对 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啊 呃 是 就是说他的社交甚至会影响到他的事业 对不对 他可能慢慢的这个接的骗子也比较少了 呃 他就是不止一次 他曾经公开呼吁大家要正视 或许对一般人来讲 刚刚我们讲说百分之三点八 嗯 也许你觉得不是很高 但是就是有存在这三点八的人 对 所以他有呼吁大家要正视这个脸盲症的问题 是 对 那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英国的BBC曾经有一个报道 他说英国一个女士 嗯 他的脸盲症算是比较严重的脸盲症 是 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照镜子 一般人照镜子 你知道镜中人是谁吧 知道啊 而且越照会越觉得 没有啦 有的人会觉得自己 自己今天很丑 好 会觉得自己今天蛮美的 是 也会影响心情啦 对 那他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知道镜中人是自己嘛 对 那对这位女士来讲 他不知道镜中的人是谁 哦 这实在比刚才那更惨就对了 是 然后有一次 据他自己说啦 他有一次搭公车 嗯 然后在公车上 他碰到一位陌生的女子 嗯 陌生的女子 对陌生的女子 跟他打招呼 对 好 那他当下呢 呃 也没什么反应 不觉得有什么 嗯 然后他说他事后才想起来 你知道这位陌生女子是谁吗 是谁啊 是他的妈妈 哇 天哪 不认得自己妈妈耶 对 大家可以想象吗 如果 你的亲人 嗯 你的家人 对 有脸盲症 然后你每天 可能是同住家人 是 是 亲近了家 然后他不认得你的时候 你想象他的生活 真的是很困难 有些困难 对 这是蛮困难的 对 对 那他到底怎么来解决他这些困难啊 有没有什么方法 嗯 他自己呢 他说他蛮幸运的 因为他身边有一个长期陪伴他的一个伴侣 他怎么形容这个伴侣 他说这个伴侣呢 就像导盲犬一样 哦 我们知道那个眼盲 眼盲的人 他需要有导盲犬 对 脸盲的人呢 他身边有一个人 当然不是说他是真的 他不是需要狗 对 但他需要一个人 可以帮助他 协助他 他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他们碰到认识的人 他身边这个人就会提醒他说 哦 这个人是磨磨磨 是 然后让他就知道怎么跟人家打招呼 不要说把别人当做空气 嗯 好像不认识一样 譬如说再举一个生活实际的例子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剧的习惯 我是没有追剧 但是我知道现在的人追剧是 等于是日常休闲 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常休闲嘛 像我搭公车或是坐捷运 我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追剧啊 是 追的可高兴了 是 为什么要追剧 就是你想知道剧情的发展嘛 对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想过 对脸盲症的人 他怎么去辨别剧情 辨别剧中人物 对对对 他这个男主角出现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他是男主角 下一个人再过来 他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啊 那当然就没办法 是 追剧啊 或看看这个剧情 完全看不懂 对 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这个乐趣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英国这个女士 他说他身边这个伴侣呢 嗯 他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他说这个伴侣会为他讲电影 哦 讲给他听 哦 让他剧情 可以连贯 他知道这个人物 这个角色是在什么样的角色上面 这样子 是其实他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跟看不见 眼盲是差不多的 对 就是需要人家来讲给他听 是 那所以像这样的 其实他已经造成这个社交上有障碍 对不对 那这个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嗯 目前没有 目前在科学上的 虽然我们科学日新月异 但是目前并没有办法 有实际的药物或什么可以治疗脸盲症 但是他们有透过一些方法可以获得在生活上获得改善 OK OK那有什么样的方法 譬如说 第一个 譬如说他对脸盲症可能是去辨识 他可能是因为他脸部辨识不行 他可能透过对方有一些特殊 譬如说法式啊 或者什么装饰饰品之类 他知道这个是属于某某某的特征 然后一致去认出这个人是谁 对这是一种 那第二个呢 就是透过声音的辨识 这当然可能需要有一些技巧 一些训练 对就是知道透过声音的辨识 然后知道说这是属于谁的声音 当然最重要是脸盲症的那个当事者 他愿意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症 并且呢跟他身边的可能是同事啊家人 让他们知道说他有这个症状 那旁边的愿意协助他们 譬如碰到就说 这个人是谁 就是有一些提醒 让他在生活上减少他在人际关系上的障碍 OK 对那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说像我知道了这样 有这个脸盲症以后啊 我觉得自己也是更主动积极的会 如果说碰到一个人 我认识他 但是他好像对我没有反应 我跟他打招呼 他如果没有反应 我也会更主动的就去自我介绍一下 就说我是谁谁谁 那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 他也许就想起来了 那也许他就是脸盲症 但他想不起来 这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反正你可以多主动积极的这样的去打招呼 都是比较好的嘛 对不对 是 当然啊 我们也说个小话 有时候其实不是脸盲症 可能是太久没见或年纪大了 一时忘记了 对 这个在我们身上是蛮容易出现的 对 OK 今天我们的脸盲症就聊到这里 对 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有一篇很有意思 讲到那个什么减肥 跟那个猴子有关系的 他的片名叫做台湾猕猴减不了肥计划 对对对 这篇这篇 那个作者是谁 作者叫吴松林 那他本身呢 他喜欢大自然 又喜欢观察动物 而且啊 他曾经在台北动物园工作过 嗯 对对对 对 那他这篇 就是他以前看过那个台湾猕猴 然后越吃越肥 对 原方就进行了一个减肥计划 结果就发生了蛮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一起听松林 来跟我们分享这篇文章 以前在动物园工作时 需要照顾一群体型差异很大的台湾猕猴 有些猴子肚子看起来圆滚滚 四只脚着地走路时 下垂的肚子还会左腰右晃 一副肥肥胖胖 大副便便的模样 十分可爱 有的猴子则是增一分太肥 减一分太瘦 浓鲜合肚 令人称陷 有一次我带着几位国外动物园专家参观台湾猕猴的展示场 他们一看到猴群就指着几只大肚子的猴子 很惊讶地问我说 你们有好多猴子都怀孕了吗 我一脸尴尬地回说 他们不是怀孕而是太胖了 我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就跟我一样需要减肥 接着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些猴子会过胖 猴群里有位阶高低之分 位阶高的猴子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所以当保育员喂食时 位阶高的猴子会先吃到食物 他们往往处在最靠近保育员的位置 甚至会去抢保育员手中桶子里的食物 然后就拼命地往嘴巴里塞 脏脐的脸颊几乎快把脸撑破 也因此吃了过量食物 然而那些位阶低的猴子 只能远远地看着轮番上演的进食秀 一直要等到位阶高的猴子吃得差不多之后 他们才敢去捡食物吃 或是只能拿远一点的食物 而且只要一拿到食物 就得赶紧跑到高处去吃 避免被抢走 虽然保育员尽可能把食物 撒在展示场各个角落 让低位阶猴子也有机会 获得足够的食物 不过因为高位阶猴子 总是比较霸道 全势很大 会去抢低位阶猴子手上的食物 所以低位阶猴子的采食量 就会比高位阶猴子少了许多 可想而知 就如同人一样 长期吃过量的食物 身形不走样也难 久而久之 位阶高的猴子体型就会越来越胖 有的还会过度肥胖 甚至出现三高 而位阶低的猴子 身材就保持得非常好 可以说是完美的身形体态 为了帮助过胖的猴子瘦身 我们启动了一个减肥计划 希望透过提高肥胖猴子的采食难度 以及增加他们运动的机会 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于是保育员设计了许多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喂食设施 把食物装在设施当中 让过胖猴子无法轻轻松松的捡取食物吃 而是需要花一些时间 做一些活动或是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才能够取得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 结果和我们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 我们观察到 使用那些需要脑力和体力设施的猴子 都是瘦猴子 那些肥胖的猴子并不会去使用 当瘦猴子花了一番功夫 终于从设施里拿到食物 这时候肥胖的猴子竟然趁机把食物抢走 这样看来 即使改变了取食的难度 还是无法达到减肥的目的 我认为这跟猴子的地位有关 这些肥胖猴子内心有个笃定 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高位阶的身份 即使外在环境改变 取食难度增加 仍然不影响他们的进食 他们跟以前一样 拥有特权先吃到食物 高位阶猴子不用花时间和体力 去设施里取得食物 只要抢瘦猴子拿到的食物 就可以饱餐一顿 到头来 这些肥胖猴子还是继续肥胖 减肥计划变成减不了肥计划 只好宣告失败 不过 为了改善猴子的肥胖问题 我们和动物营养师讨论 把原本高热量 高糖分的水果或根精类 部分换成高鲜的新鲜树叶或叶菜 期待透过调整食物种类的比例 让猴子可以多吃高鲜 低热量的食物 慢慢地达到减重的效果 猴子的身份 让它们可以不用担心 外在环境的变化 这让我想到自己的身份 我是谁 我是家里的丈夫 父亲 儿子 和哥哥 是教会里的长老 和神学院的学生 也是出过一本绘本的插画家 这些都是我的身份 但是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又是如何成为上帝的儿子呢 圣经说 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 做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 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原来 取得天父儿女的身份 不像取得绿卡 那么困难繁琐 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耶稣就赐给我们特权 使我们得着天父儿女的新身份 我们就有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也就是天国的身份证 不但如此 耶稣也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有能力 活出天父儿女的生命 可以越来越像天父的儿女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有天父儿女 这个新身份 我们还可以靠着耶稣 活出天父儿女 这个身份的样子 使我们成为 名符其实的天父儿女 天父很喜悦 很满意我们成为 他的儿女 无论我们是不是 天父的好儿子 或好女儿 他都爱我们 因着接受耶稣 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他不会不认我们 这个儿子或女儿 不会跟我们 断绝父子或妇女关系 我常常跟两个女儿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爸爸永远爱你们 你们永远是爸爸的女儿 特别是当他们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除了要告诉他们 所做的事情 是错误的之外 更要让他们知道 我这个爸爸 有多爱他们 他们是我的女儿 这样的身份 不会因为他们 做了让我伤心 失望的事情 就会消失或改变 我很常说这句话 说到他们 有时觉得我很啰嗦 但是这句话 是我向女儿的承诺 如果我这个父亲 都愿意这样承诺女儿 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 而且天父的承诺 永不落空 我们永远是 他所深爱的儿女 想到这里 心里涌出感恩 不是因为我们 像天父的儿女 所以天父才使我们 成为他的儿女 而是即使我们 不配成为天父的儿女 只要我们愿意 接受耶稣 就取得天父儿女的身份 我们先是天父的儿女 然后才靠着 耶稣的恩典 越来越像天父的儿女 如今 我已经成为天父儿女 纵然还有很多思想或行为 不像天父儿女 但是他仍然爱我 天父对儿女的爱 直到永远 这是我内心的笃定 听完了台湾猕猴减肥计划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 在宇宙光杂志里 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看我们的宇宙光杂志哦 拜拜咯 下回见 下回见